大家好,今天是第二季的第八奖 康奈尔大学的高中生下校 以及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几个特色项目 首先呢,回顾第一奖中 康奈尔大学的地理位置是在纽约州 美国东岸纽约州的上州 叫Isaka这个小镇子 康奈尔大学环境优美 占地约745亩 然后整个校园里呢 大概有八个小瀑布 但是整个Isaka地区呢 有150多个瀑布 所以这个地方夏天是非常美的 最著名的景点呢 是在这个Bibi Lake 然后这里有个叫 Trip Hammer Fall 就是一个这里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天然形成的一个瀑布 然后这里有个著名的观测台 然后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比如像中国国民时代的学者胡适先生的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在这里 然后北边是一些学生宿舍 然后南边这边主校区 然后西边也有学生宿舍和校区 这里就是这个参观中心开始的地方 那么这是从第一季的这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可以回想起它的基本情况 它是八所藤校当中最大的一所 那美国的长春藤校呢 我们在第一季有介绍主要几个 像这个是更新的数据 也就是2021年录取的这个进入这个长春藤校 八所长春藤校的数据 那么2021年录取就是2025届 就是他们2025年毕业 那康奈尔大学它的总录取率是在8.7% 就是创了历史新低的 在长身形阶段呢 它的录取率是21% 在正常录取阶段是6.7%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申请这种顶级的藤校 如果准备好的话 最好是在这个早申请阶段 录取率要高很多 到后面反而是非常低的 那这是总申请人数6万7 然后录的是5800多名 然后报道是3700名 那么总观这个八所藤校呢 哈佛大学录取率是最低的 然后是哥伦比亚大学 然后这个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都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所叫做大藤 那剩下这五所呢就是小藤 这个也是从第一季来介绍的这个康奈尔大学 他有这个本科的有招本科的 当然有研究生哈 以及这个研究生院指教研究生的 那他与其他长春藤校不同的就是 他有这个四所与纽约州签约的合同学院 就是在这个本科里有这个农学院呢 以及这个人类生态学院和这个劳工关系学院 那这个研究生院有这个兽医学院 这是纽约非常有名的 这些就是合同学院呢 他就是对纽约州本州的学生呢 学费是四万 然后对外州呢 当然都是六万 那所有其他的这些私立的学院呢 他也都是六万每年的这个学费哈 但生活费还有两万多 我们的下项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叫Continuing Education SCE这个学院 他整合这个康奈尔大学的这些教学资源 比如老师啊实验室啊 然后他们来办的这个暑期的一个下项 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是今年的更新的数据哈 就是Continuing大学本科的学生来自 美国五十个州当中的四十九个州 除了那个Wyelming州之外 其他都有学生啊来参加哈 然后这是岸人种族的分布情况 他的retention rate非常好 就是97.5%的学生都是会继续 在这个学校学到毕业 不是就是这时候第一年 就是说参第一年学完以后 第二年还会回来继续读的 那本科生毕业后呢 毕业去向也是非常好的 有这个65%找到工作的 然后剩下还有读各种各样研究生学院 这个是更新的今年的这个更新的排名 那Continuing大学就是比去年从18位上到了排名第17名 他的各项指标都非常优秀 他的商学院排名是全美第八 然后这个工程学院是第九名 然后这是详细的排名 他的计算机学院呢 啊不是 这是工程学院里面计算机科学专业排名是全美第五的 这是啊 我们在讲Conding Command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排名啊 好的 那么就开始讲这个下校 在这个SCE办的下校呢 啊有这个专门给高中生开的叫Pre-College Program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学生高中生去有机会探索 他的大学里感兴趣的那些专业 以及未来可能的职业方向 那么有这个住校的 就是2022年开始有住校的项目 也有线上的 以及这个从春季开始就有的这些的学习 啊 康奈大学有这个Winter Session 就是冬季的三周的课程 也是可以修这个大学学分的哈 然后这时都是采用这个大学本身的教授 每年约六千四百多名学生参加这个下校 那么具体在选课的时候呢 啊要到这个SCE的网站 可以看到你可以选从三周到六周的 住校的或者线上的 然后想学这个学分两分到这个四分的都有 啊招生的就希望是10到11年级的高中学生 然后标准就是学生有好奇心啊 啊学习动力有动力有一定的成熟度 并且呢有这种要挑战 迎接这个世界范围里挑战这种决心和信心啊 所以他的申请是有一定难度的 啊申请在通过以后就可以在这个50多个 department这个系里面 院系里面去选他的课程 啊在六月到八月间开放 那三周的呢费用就是啊 学费加上住宿费是七千两百多 然后这个是三周的课程啊 如果收要收要修四个学分的话 是八千多的课费 如果是六周选择六周的选项呢 比如说住校对吧 他这个包括住宿费 就基本上是这个一万两千以上的这样的费用 来修这个大学的学分 那么课程是有对这个 啊 sophore就是十年级的学生开放的 并且呢如果住校的话 学生一定要15岁以上 嗯啊 如果是选择线上课程呢 就至少是14岁 因为美国有有些学生 就是他自优生可以啊 他提早学嘛 但是要选择大学的课程呢 还是有一定年龄要求的 有些课程是对junior 就是11年级高中学生开放的 那这些就要求住校的时候呢 学生选这些课 或者说是研究项目 他至少要16岁 那对这个senior 就是12年级学生呢 就是说在上下校的时候 他还在12年级 但如果在上下校的时候 比如说六月份开始 他已经毕业了 那样的学生就不能算是senior 他就是已经是从高中毕业了 就不能够参加这个pre-college的program 那如果是线上课程的话 他会有一个申请截止日期 是大概是在5月6到5月27号之间 如果是选住宿项目的话 他的截止日期是在5月6号 然后这个是给本地的学生 就是在纽约大学附近 就是在纽约上周的学生 他们去commute那种不住校的 他也有他的截止时间 那么Connor大学呢 对国际学生非常友善 特别是对中国学生 你看这里还有这个 Connor大学的微信 专门通过这个微信的频道 来给中国学生解答 如何选这个下校课程 然后呢 是不是要专注这个提高英语写作 那这是一个专门的课程 来提高学生英语写作的 以及帮助学生申请这个签证的 那么下面介绍这个项目呢 是他的一个特色项目 是非常有名的 叫Research Apprenticeship Apprenticeship in Biological Sciences 简称叫REPS 他是一个给那些学生 就是非常笃定将来要做科学家的 要搞科学研究的那样的学生呢 去准备的这样一个实验项目 就跟着真正的科学家和这个大学教授 去做实验的 那申请呢 就包括要写三篇这个小作文 然后有交成绩单 学期报告 标划考试的分数 推荐信 而且至少要学完一门这个AP Biology 如果没有学的话 可能就是你考一个AP Biology的测试 然后得到四分或者五分 也可以达标 申请是在1月10号到24号开始 那所有下校选课都是在1月下旬开放 这个是六周的项目 然后呢 它的具体费用是一万两千多 要住校 在校园里做这个实验 那第二个很类似呢 叫Biological Research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at Cornell 它是一个生物研究 并且偏医学的这么一个暑期项目 它也是六周的 就是学生可以做很多科学实验 包括跟这个动物学家一起来解剖一个 这个是解剖一个鸡 对吧 它是举例 解剖小动物 然后呢 跟这个NASA 美国航天局的生理 生理卫生学专家呢 一起来这个做研究 然后呢 还可以到这个癌症中心去做一些研究 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六周的学习项目 那另外一个值得介绍呢 就是在这个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在它的康德尔大学的受益院 受益学院 它开设了一个给高中生开放的项目 它不是通过那个SCE的 而是通过这个受益学院 所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项目 因为没有本科的这个受益学位 所以对高中生来讲呢 去学习这些课程 是宝贵的学习机会 这三门课呢 都是非常推荐的 比如像这个 Conservation Medicine 对吧 从这个受益的角度来学这个保护的医药 然后有这个给马 给马的这个治疗的这些 以及给小动物的一些 受益方面的一些医药 另外一个呢 是动物科学 它叫做可持续性畜牧业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程 然后在这个全美STEM里面 也是非常有名的项目 六周的呢 是一万两千多 然后三周这个呢 是六千三百多 包括这个学费和住宿的 住宿就当然也包括 在那个学校的食堂去吃饭 三餐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 所以这个也是 康奈尔大学的特色项目 那么 康奈尔大学的这个下校这么贵 我们为什么要去 去推荐他 去上他这个下校呢 那第一个呢 你可以挣到大学的学分 而且是在这个 跟这个 著名的教授来学习的 这是滕校 体验学校的 滕校的这个 学术卓越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体验机会 并且呢 这个康奈尔大学呢 它是一个经典的这个 学校 就是它这个大学城 非常美丽的夏天 那可以在这么优美的环境 来体验世界名校 来了解大学生活 也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呢 建议这些 很好的原因呢 我们就推荐学生们 特别是 想考同校的 想对STEM方向 有这个研究方向的 去来申请 康奈尔大学的下校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www.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